內地乘客坐飛機遭後座一對香港男女不禮貌對待事件繼續發酵 更愈演愈烈 國泰市校雖然表示這對男女不得再踏成集團航班作為懲罰 不過網民的怒火並未熄滅 除了在網上一面倒嚴厲斥責這對男女 有網民更將她們的容貌不斷轉載 繼續鞭撻她們的欺凌行為 今早事情又有新發展 事主金小姐再透過影片 就事件有以下補充 我的靠移也有很多的爭論 我一上飛機就睡了 兩個小時之後 已經進入平穩的飛行狀態之後 我才調整了靠移 當時是非就餐、非升降的時間 我想要睡覺 所以我就把我的靠移往後調了 但是我旁邊的阿姨們都在看電視 所以他們沒有調靠移 我的靠移看起來很厚 但其實是在可以調節的範圍之內的 而且我後面翻視頻的時候 看到她的椅子也靠了 看回影片 座椅的確是挨後座 真是有口話人沒有口話自己 就住事件 國泰航空在今日香港時間 下午5時再次聯絡金小姐 關於座位的事情 他們的解釋是當時空姐指的是 經濟艙的滿艙 所以後面給我換的是前面的 特選經濟艙 所以他口中指的滿艙 是指經濟艙的滿艙 關於培訓的事情 他們也是表示 可能會采納意見 但是並不會再公開表示了 然後對於我對空姐的投訴 他們表示 已經就是會有一個 警告以及檢討 但是後續的處理也是不會公開的 我之前要求的公開道歉 以及回應這件事情 他們目前是並不 是沒有這個打算的 但是會考慮給我個人的郵件 發一封道歉信 現在也是在考慮當中 然後我們看這件事情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某些地方 我們在某些地方 看到我們同樣的